大家好,主席 抱歉,早上去正主母親節 所以今天,不然我們問,我不會跟你們討過5.08分 過去的記錄,最快的 我覺得我們這次議員大家都很認真 理文正後來,我們兩個都聯手 差不多到這禮拜裡面最快5.07分 我不要討時間 我們鄭文石處長,我投影一個藍胖 藍胖你可能還要來,過去我是不知道 最近我去南華門時代坐 這兩天都在第一天在問,這是藍胖的 我繼續把這個圖放一下 這個圖代表簡單說的是 藍胖做出來的公共設施 把公營到,叫人行到站為己有 凱旋路,我們現在 東陵路一日,阿普東一日 就是我現在東陵路是 東光路,東光路目前最近不太好看 就是人行到,一邊是人行到一邊是道路 這是南胖做的公共設施用地 他現在把這個人行到做的管 裡面是公共設施工 我們說,他當初這個公共設施用地 是應該叫法令是要公眾使用 他現在站為己有 公園的腳,做一個停車場 回饋給我們政府喔 一年我們政府都要收四百萬 這個地,目前價值 我們政府一年收四百萬 我們政府一年收四百萬 四百萬啦 公園會做清楚 大部分我不是說附近市民不在用 要做的比較少 大部分是南航國務中心的用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再講得久 你去塞鑼嗎? 阿波,你要塞鑼嗎? 來繼續放圖片 他這筆跟我們說,內環島都要用 他小雜口 重點在這裡,最重要是凱旋路 凱旋路 他說內環島一筆 按東光路三洋凱旋路一筆 他以前,我前兩次在說 他就一個人在那裡的指揮 我一筆他的尾 凱旋路他站為己有 東光路他站為己有 凱旋路的這個看 這邊一筆 原本就不能一筆 公地紀念不能一筆 用啦 就是南航國務中心的用 在東連路也好 在東光路也好 最離泡是凱旋路 你看看繼續看看 他跟 設一個紐澤西夫蘭這個小地方 繼續放一下 拜託我們都市繼續放 你有看到嗎? 打車的那個是凱旋路 凱旋路是我們政府的地 因為 南方會在工業地變成 商業地區住宅的市場 我們的第一筆把你圍起來 不可以給八成 蘇雄 一個導向 在這個頭前 一個紅線上 八十一秒 喔 路有 在行那裡有八十一秒 我看到 南方而已 兩邊都八十幾秒 我正在說 在張公地執行的時候 我說啊你是怎樣 我們的路 都有保存在那裡指揮交通 都把他關一支 南方 南方區八十一秒 兩邊都八十一秒 你把他想啦 有這麼久的 這個凱旋路 他當初 變形公共設施 做公共設施 用在的時候 現在路不用搞錢 我們政府不能給雞金 因為地 我們市政府的 東方路我們市政府的 公園我們市政府的 結果 會比較聽得懂 他在用 公園他在用 這個問題 我感覺你要去 要去了解 就是說 不可以公地 占位 只有 不交稅金 包括人生大 我剛才給你看照片 人生大 是我們政府的 所以他在放 歐洲在用 從總這議題 你政府處 要去了解 一禮拜裡面 所以 你要要要求他們 相關單位去理清 這個做法更得 既然是公共設施 你給大家可以用 不是南方全用 這都經過 東南大前主任 把這個路是送的 人生道理送的 都說得很清楚 這除了是 東南地震提供給我 我們說南方 這個行為 是不對的 我們政府不能放任他 南方不要記錄 我說你聽 他當初要做一純 對面 我們交通資格 把國文保護金資 做一個停車場 給南方用 我在議會這順問說 的機長 你做機長夠進 夠輸入 要開幕幕停車場 我們把政府把它設計 他跟我說沒有 就南方有了 第一 我覺得更惡質的 最近發覺 議員在這順 我大家在聽 過去台南市 在校附近 不集200公斤以上 不能做電子油漏場 台南市500公斤 我本來要主張一公里 當然 議員在心中 法蘭意見沒有 買了500公斤 你要知道 東方國小 你南方國中心 亂 百五公斤 當然 他要我會再問 這個我們市政府紀念 可以 直轄市 如先一年 會 議會 叫市政府紀念 可以通過 百五公斤 就可以設了 他要有人一公里 然後 他要公裡 他要不要 他要公里 他要公園 改出來 這邊 他要公更要 交税金也知道 這裡 我們 土地政策公共開發 你要共享 普通人民間的開發案 普通你如果公設是交不到要交回饋金 我指你講 新年最近我們一個市場在開發 他說你沒辦法證明35年以前 不管你平常用地的變金 或是市場的變金 普通都要交很多錢 南網問時代這個地價再多少 變形讓我們市場有一個公園 會做聽得到 換在南方問時代 南網問時代裡面 公園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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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歲才會放這邊 那圍起來 你不相信你做一個民調 你先聽一下 我們英國主委 主委 你會讓他做一個民調 你最近有在做民調嗎 沒有 不是你在做的 我們沒有 今年都沒有做民調 最近有在卡定位說 市長市政辦一度好 以前都是英國會在做 我們沒有在做 沒有 沒有 好 你會讓我拜託嗎 我們的錢很多 不要說我自己會在說 以前都我在說 以前 我說我得 你會讓我去 附近問問什麼 做一個民調 開幾萬塊 我們拜託 東聯路 東光路 凱旋路 大家認為這條路是 我們政府的還是民間的 照在剛才 我剛才看 我剛才有看到 你知道我意思嗎 照一個民調 我拜託看 這個到底可以公共設施 八歲的認為這是我們政府的還是南方的地位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知道議員的意思 議員對這個 那個南方 旁邊周邊的 停車空間 跟交通設施的管散 其實議員一直很關心 對 不是啦 我們公主要清楚 對 但是你如果說要用這個東西 由研考會來做這個民調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編列民調的費用 好啦沒關係啦 因為這大家老實說 因為這個 重建的規劃 就是為了南方設計 這個路 凱旋路 他比較多封起來 凱旋路是我們政府的地 他可以封起來 那都指引 他的停車中 我認為就不對啦 就 我不敢說 土利 難胖啦 我不敢不計算立場 可是你給我看看 有信者跟我說 你沒有要計算一個人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 因為附近 八歲 不要說好 受污 不要說空氣污染 道路交通混亂 受惡者 到底有什麼 開關之後 那些八歲有什麼好處 蔡文前議員是在建議說 不然你剛才那個雜口 你要打開 讓大家可以接 不是 怎麼洗都在石裏 南方的 營業的管理裡面 東光路的雜口 你要打開 你在 公營路的雜口 你要打開 不是把人都買一遍 不過是我們 原本實在不能走那條路 這樣其實公共使用 你 你請坐 那個處長 我們鄭公主處長 你知道外屬嗎 公爹不能使用 像這個要圍起來 要有先公爹 我們的地 我們其中沒有 沒有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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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cé姐姐我不是問太久了 我 一單你問一次 台北處長你找偉事 一陣子有什麼 怎麼如果 8月很快 因為會統相關單位到現場 你會計算 一陣子有什麼 好 盡量 盡量 不是盡量 這陣子很簡單 但是爾波時 大家沒有在江祖報告去找 去看 像我問我幹過去看 沒有 我也知道八十幾秒 八十幾秒 他現在新的又不一樣 他現在營生裡面 再做一個 騎我剛才機車道還給他分離喔 以前我去沒有喔 現在機車道還要分離他的停車場去喔 中華路還要分到喔 你知道 按這個開車路我裡面裡面還要死喔 出場我看 我不要再說太多 你這個問題我到這裡 我拜託你要緊去調查給上司 不可以先就不能這樣做了對不對 我要拜託他去叫幹部叫 出場 我拜託你去調查給上司啦 請蔡玉芝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我們民委會的這個 王主委 主委 那個 今年那個西拉雅 不大要開這個西拉雅語的這個課程 那我想請教一下主委就是說 我們西拉雅的這個 這個 目前 有多少個語系啊 就我們台南現在是主要以西拉雅語系為主 但是這個語系當中也有不同的語料 那對於推廠族群的語言 這個是一個最重要就是過去因為沒有文字 所以特別是西拉雅在這麼長的歷史當中是空白的 那過去也沒有文字 所以在收集上有它的困難 我懂 我懂 蔡議員所關心就是我們也出了一套繪本 這個繪本也是經過過去長期在部落 所以我們也要去做其勞或是從事文化附贈的這些來收集的語料來成一本書 那這本書我們也經過清華大寫的幾個專家寫者來認定 當然我們知道這個語系 以及西拉雅語系的語音 可能有些還不是很完整 但是我們希望說繼續來收集 而且況且我們現在所收集的語料 大部分是依據過去西班牙荷蘭時期 傳教式的用西班牙拉丁話來慢慢轉譯過來 那我們這個會繼續把收集的更完整 就是指的就是這一本嘛是不是 對 就是這一本 目前我們在檯面上 或者是在我們所使用的這個課本 就是只有這一本 目前這是第一冊 第二冊我們也出來 但是第二冊還沒有送給我們也很嚴謹 希望透過以言學家來經過認定說 他有一些基本的基礎 我們才提出來作為教本 所以我們已經有第二冊出來 但是這個還沒做為正式的教本 第一冊已經有了 所以在學校好像也在做這個推展 這個課程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也是好像有開班 那我現在不了解就是說 我們這些西拉雅這個主語的老師的來源 是來自有沒有培訓過或者是有認證過 在我們的整個業務西拉雅這些老師也經過 我們講過在這個部落裡面的熱心文化工作者 就好像陳如議員所點示的 因為他並沒有中央的認可 以至於他在母語或者是鄉土教學的老師的資格認證 沒有辦法像國家的教育體系這麼嚴謹 那我們也在我們也有辦信念 那我們也期盼說 這個部分能夠有我們一套的完整的認證 那今天在我們西拉雅部落 十一所學校所用的鄉土教學用這一本 至少目前是在以現有的比較有 有比較正式完整的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還要繼續努力 那目前我們西拉雅的師資 以這個主委你現在知道的 大概有多少個老師在做這一方面的教學 這個部分請業務來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專門委員是負責我們西拉雅的師務 請他來說明 是 一座我們目前有十位 十位老師 那這十位老師他們的使用的這些 所用的教材就是用這一本嘛是不是 對 那麼他們是不是都是用同一個語系呢 你想 這過去一座這邊也有討論 就是我們在鄉土教學討論 就是是不是用同一個 我們講語系就是同一個發音音準的部分 對 那我們後來過期之前有羅馬拼音 或是其他拼音 那現在我們已經明確的跟 延民會跟全國十六組的原住民都用統一的這個羅馬拼音的方式 不是用這個 全部都是使用我們現在用的族語 沒有錯 用的這個羅馬拼音的 沒有錯 在過去有混淆 那我們在也知道這個問題我們統一 也經過 那今年我們都用統一這樣的一個 我們所有的原住民現在共用的這個拼音方式 那麼這些師資他們的終點費是由哪裡支出 是由我們這邊或者是教育局這邊來支出他們的 兩個部分鄉土語言教材 鄉土這個學校的教育是有教育局 那有在布大開的課由我們民委會這邊支付 那這樣子我剛剛再稍微看一下我們這個教材 我發現這個編輯的委員好像都沒有看到是希拉雅的 都是好像編輯小組都是我們民委會這邊的成員 那我不曉得這個是不是有希拉雅的這些比較 他們的騎勞有參與這個編輯這一本教材的人員來參與呢 在收集這個意料應該有 那後面這些名字 那我是不是請業務單位確實說明一下 因為在以料的收集我們確實是以地方文化工作者 以及吉老來做收集 那個業務來說明一下 包括一座 這個部分是我們事實上是都 整個鄉土的那個採集 都是部落他們提出來的一個元素 那當然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整個編輯都是有部落參與 都有參與 都有參與 對是 因為我這次有參加這個他們的 就是前幾天 他們有這個 有一個活動 我有去參與 結果我有聽到一些騎勞在講 好像說這些教材 好像有跟他們的需求有一點落差 我覺得既然我們要附贈他們的這個語言 這個語氣就是要統一 就是說在我們台南應該是採取統一的那個方式 比較能夠共通使用 那麼我們在佈大我們的這些師資 目前 當然我們西拉牙這方面呢 因為是這個 附贈的這個 這個語言附贈的這個工作 一定是會很辛苦也會很艱難 但是我希望就是說我們 一開始的時候就 兩位請坐 兩位請坐 我希望就是說 我們一開始就要做得很完整很正確 這樣把底子扎根 然後就做得比較切實來做的話 我想就會像我們在這邊 我們的十六組的 族語的這個 這個 處理方式 來這邊做扎根的這個 工作 做扎實一點的話 我想 應該很快的 西拉牙的這個語言 也好 這個文化的這個附贈 在對西拉牙 對平埔 這個族群 應該是會做得會更好 也會比我們在這邊 做這個十六族群的這個 這個語系的教學 或者這個教材的編輯 應該是更會充實一點才是 那我想說 我們對這個西拉牙 雖然不是我們這個 中央認定的這個族群 但是呢 目前大家都是這麼樣的積極 在做這個 這個 附贈的工作 也積極的在做這個 正名的這個活動 我想大家都是 在台南 應該算是一家人了 然後我們也不要說 對這個平埔族或者是這個西拉牙 這個區塊呢 不要給它 邊緣化 我們應該是 更要積極的來做這份工作 才是 那對這個教材方面呢 我想 既然是用我們的教羅 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這個 羅馬的拼音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 只要是原住民有學過這個羅馬 羅馬拼音我們隨便翻 我們應該也都會念 所以這個 這個課程呢 如果是說在那個 有西拉牙的地方的學校 我們應該是 廣泛的 這個 發給他們這些 這些教材才是 如果是說經費上有困難的話 我想主委這邊 下一次再編列這個預算的時候 爭取 你就多寫一點 我們這邊努力的再爭取 我想對這個 我們的這個 語言的附贈 應該是 比較 更方便 也更 更 好 我希望主委這邊 這個 編列預算的時候 要 多寫一點 不要那麼客氣 過去好像 都是有一個 都有一個限制 大家都 都很保守 我覺得 沒有必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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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 蔡玉輝議員要問到五點 所以他請大家喝咖啡 謝謝 我們政王處我拜託 整個工業的調查 差不多半年以上 我覺得我不能接受 你現在沒有我自己 要自動來 發言 還是地檢視 我就要訴訟 是 因為我覺得這是比較明顯 第二我來問發財 發財 現在目前 工業 工業 我們如果匯官在校 老師 直接 校都靠看 我要拜託理教教 給大家處理就好 我們 有法律規範就叫法律規範 工業是一個蘇嬸的 這個團隊 就是我們 政府單位都拿收集 家會員收集 政府要動用人力 會給出來收集 還會叫工業 工業 我們現在沒有辦公廳 做我們辦公廳 媽媽我來包 頭上三千 現在還來六千來九千 民間 他要做好不行 工業很多 現在小間 我要來做一間 不行 工業 我沒有辦公廳 我聽我說 我聽我說 就是要主張 一星期 一星期 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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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教會有多少 我要請教 你要去教教會說好聲 依照公委法實行使者是五條 跟我們要收錢要叫我老闆說就好了 現在我們每天都沒有叫他打假 都要他收錢 主長 你看法怎麼樣 這個不行啊 不行 我現在跟你說的是公委實行使者是五條 我跟我們黏一下 當年會完動議在外要併以固署約定 或締結團體協才可以再扣 我們九個九個都沒有締結團體協 好啊 沒叫他簽家喔 他已經在收了 我感覺比較疑惡就是都要請教 他們這些幹部請教都用工會一單說收 幾千萬的 收幾千萬的請教都用這些錢 才有這些幹部 他如果國中央一隻就三個六 國小二個六 請教都用匯盤交給他們的事情 我沒那麼管 我比較在意的是請教請太多 第二就是這個金融給他收 沒法源的抗子啦 公平都要給他收 我們的工會也不用請這塊這麼多 我都給學修可以嗎 我都整個大雄町都有學 我都叫我工會會員 都去學交錢 學人給我收收到回來我工會 我們也不用請這塊 可以啦 他如果可以 我也要比招半年可以啦 不可以啊 你剛剛已經講到公會法施行 好啊 你今天說了你要去責成 教會局 相關單位就是說 依法論法 要不然你去教學簽 簽用嘛 你有工會去教學簽 有的像我這樣教學中 我問說我沒有啊 那個我會提醒教育局啦 不過是這樣啦 就是說教育局裡頭他自己 就是說他內部管理如果真的有 教育局內部管理很多問題 或者是他的法治 他的法治秘書或者他的法治專員 其實也可以去提醒他們 但是這個部分我一定會把蔡議員的意見 帶給教育局 當然我說 他不是我的權勢 因為有某政黨議員都不能夠靠 我覺得那個議員都要遵守法令 我不好意思說什麼 他現在我問一下就某林叉叉議員 大家好對我告訴你 你剛剛講的那個法律依據 也是我準備要回應你的啦 所以你上一次有打電話問我這個法律問題嘛 那我是跟你講說這個是不可以啦 那但是呢就是說 快嘛 你不能說我一直這樣做 啊人好 這好中就覺得說這樣 說人 政府的人 我們前提要先確認他們是真的有這樣做啦 因為你 你那個應該是假設性的 不是假設性的啦 其實喔 主長你了解我以前 我是沒有了解啦 台南館這些議員 我又沒有收集適當的證據 我的議員我不會說啦 我只說我給老肥的 我又要跟他講啦 我去他會講說 雖然我們打情 自衛形象你 當然有正義的 我還要講你去問 因為我已經去說了 工會發一張門來給我嚴重抗議 網路就一直給我命說我怎麼樣 當然 我說啦 齁 我們如果人做好吃 齁 不用怕什麼 工會我27月就沒有工會到現在 工會比較有人常常都在開花 用上班時間開花 不用拆這圓 用老叔在做這圓 老叔這圓親家家 用他們工會錢給他出 工頭 政府家我這樣黏而已 要不然我們政府的同意 整個都沒有上課 可以領薪水的 理事長 齁 已經提議我不要再用國中那個 我們的理事長 他去全國聯合作幹部 要不然我們公共同意 整個都沒有上課 可以有這麼好的工會 你幫我補一塊我又要來做 齁 我們在工會有的 選舉都要花錢做名聲 我們台南官 這些工會工頭都是這樣 大家都拆不得上課 都是台課的 啊這圓都不請 一單說太多千萬都不請這圓 大家老叔在請 這跟合理 老文宣部 子智部 福利部 資深部 齁 我黏著 秘書處 齁 我黏著我真的不做記錄 我三個給你看 我才覺得很不合理 都台課很多 要求老叔台課不能太多 齁 出廟 這間你看到還要處理 你最重要 去了解一下 我一定會建議教育局啦 齁 不過他們相關的這個 就是說管理工會的那個 管理上如果卻有 蔡議員所指的狀況的話 當然我們會提醒他 不過我們幾個議員支持 這個教育長這樣說的 我感覺是依法論法 齁 不能說議員加 交給他使用 我現在換我 我就覺得說 我總之想要叫交給他 交給他說這就是事情 所以想說你以前要給他改觀啦 我一定會去傳達給教育局 好 第二 他要叫你來你不來 我們 傳播裡面 剛才衛生局 每個時候都有定標準 禮販都加重執情都發到長 再給局 安法公民黨 其實就是 調查局 跟志明以上地檢數 就是說 他要不要跟衛福部申請公告之後 賣給他抓到 我說此話標準 財法標準才這麼久沒來 他說你們正方 你們發責有意見 到底對有問題 你敢不說讓我聽我嗎 好 是要拖這麼久 因為拖這麼久 大家學會不會像 是 這個事情拖這麼久 那個蔡議員跟您報告 就是說 為什麼要拖這麼久 你說指的這個 白管制人家都有 我們台南關制 目前是全性 最 採訪最小的 齁 放在最小的 那個蔡議員 第一個齁 你是說我法支處 要放定這個採訪 不是啦 他在說你法支處有意見 他在叫你來 你不要來 我不知道什麼見 我一位在叫 我的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說 教育局 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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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衛生局 衛生局啦 齁 我有提醒衛生局說 財法基準 這個我不能幫你訂 因為你是主管機關 所以呢 他們現在就把財法基準的相關規定 齁 其實他有三個法令 齁 我念給你聽 一個是台南市政府 你說完結就好了 好像說他沒訂 要放給你 就對了 他違反健康食品管理法事件 有一個採訪基準 這一個 另外一個是 如果是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的事件 處理有一個統一的採訪基準 這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是 違反藥事法的事件統一採訪基準 這還有一個 基本上他在3月多 就3月23、3月25 分別就這三個法案 他們已經訂好了 有送到我法制處來換 那我確實 就是說我們法制處 確實有把它跟母法 如果有哪些地方 是有漢格的部分 那哪些部分是 母法沒有規定的時候 你不能規定 那細節 總而強 第一個 食品衛生管理法的採訪基準 他有八個法律文字 因為你自己也是學法律的 我時間要把我 處理我講簡單的 我講結論 結論我講你聽說 你跟我講 你不要講 依照執行辦法 我們台北市有定義 就照台北市定義 這樣就好 你們沒那麼久 我們會講到 衛生國是 欸 自民的問神 一個採訪標準 這麼久定不出來 要去年議會講到前 講兩年我定不出來 我跟他請說 大家在那錄音 一個電視台 有先電視 他不這樣 啊 算一下減法三四英 你剛才想這樣 拖一根 算一根 拖下去 也不是說 以後 調查 尚底減數 我不會去那裡講 因為他 不會是 看到了解 我說 價錢要價錢 我這樣也要講 我應該要講 他這樣就要講 我沒有說 我不會去那裡講 我可能會去那裡講 以外的補償是符合法律嗎 法律以外的補償 法律以外的補償 是不是合法 基本上就是說 通案 通案就這個案子 特別的補償 他有事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牽涉到圖利 基本上我們法律規範 對於損失補償的東西 基本上我們的審查密度 審查密度會比較低 因為這幾十年來 政府在補償都有它的辦法 對不對 每到哪一個階段都有一個辦法 都有一個辦法 可是我們台南市政府 特別在補償的一個案子裡面 就寫說法律以外的補償 法律以外的補償 基本上行政機關應該還有裁量全局做這些決定 蕭處長 這有關係到你的專業 我一直在問你 法律以外的補償 就是違法 如果你不違法的話 最基本 你要把案子送到議會 讓議員們背書 這是最基本的方式 不可以說 不可以說 這個 還在這裏 還在這裏 台灣省 還沒有這個法令 還沒有人在補償這樣 台南市 開開一個潛力 開這個禪 這個禪 還給你寫法律以外的補償 這 我對這個案子 一定 亘亘於法 我不是法律人 我不是法律人 我再做一個補充 就是說 像這次圍貫大樓 這個部分 其實照理說 我不是說圍貫大樓 我是說 這個也是法律以外的補償 就是說 因為有散款 我告訴你 法律以外的補償 那還是要遵照法律 你把 法律還是有法律的補償 法律以外的補償 還要經過 很多的程序 可是都沒有經過那些程序 直接就用法律以外的補償 0206 圍貫大樓 那是都散款 那是你自己拔自己的 那本地 我要給你3萬 你5萬 你7萬 你自己都可以做主 你自己不做主 你自己去 綁自己的手 自己的腳 那我沒意見 你要怎麼拔就好 只要你如果反應就好 我現在是說 政府的錢 善款 又另外一個方式 你們要自己綁住 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現在在說政府的錢 政府的錢 不可以亂挪用 而且在補助的方式裡面 就是有法令 中央也有法令 你如果要做也不 你如果要好 你也不能夠抵觸母法 對不對 你說法律以外的補償 可以嗎 其實母法如果有授權 沒有母法沒有授權 法律以外的補償這樣可以嗎 警政機關還是可以 本於全責去認定 如果他們有特別便利 那就是法律以外的補償 就是不用有法律就對了 照你的意思就是說 台灣也不用有立法院了嘛 你說就是這樣嘛 我想很多個案 有些東西要用法律去 沒有啦一般的徵收 一般的徵收哪有個案啊 你講的是徵收補償是不是 我們安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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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你也會土地 當然就是土地補償 包括經濟的補償 包括拆遷補償也補償 你旁邊跟你說 哪一間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待會兒我給你問啦 是怎麼那間沒有法律以外的補償 台灣台南市 剛才我們目前這些 這些局勢沒有在授權 幹部局 水利局 地政局 七八的局都有在授權土地嘛 是怎麼才有另外一間說法律以外的補償啦 這樣那個通媒啦 可以嗎 可以嗎 法律以外的補償可以嗎 我要讓你解釋一下 這是你們自己一種打出來 不怕你們自己打出來 你們自己打出來 你們自己寫出來啊 可以嗎 我想行政機關如果是本於全責 他有編列預算 去對人民的特別 特別犧牲 所造成的這個 因為我們除了徵收之外 還有準徵收的概念 如果因為我們的施政造成人民有一些 他生活上的不便 我告訴你 我們基本上如果編列預算 也經過議會有同意的話 這個都有母法 徵收條例裡面 他的規定 有大概是 徵收你的土地我用得到 所以我們政府要把你徵收 把你徵收 最基本的就是 你的土地費用 包括你有建築物 包括你的辦遷費用 對 這樣嘛 對 因為我是這樣跟你講 就是說我們過去徵收 本來都是用公告限制嘛 為什麼後來有一個公告限制加市場 現在用市場 現在用市場 現在又變成到市場 好來 其實那個都是行政機關的演變 我一直在跟你們討論 也就是說 我一直在跟你們討論 就是說 你法律以外的補償這幾年 你可以從你們市政府發問出來 誰這樣 我就是要給你們補償 你們覺得我們家 我們安邊區的土地要把我們證收 我們也要法律以外的補償 這樣不可以 那個應該由主管機關本於全責認定 就是說 可不可以議題使用 你們可以不用修法 對啦 那個 那個還是主管機關本於全責認定 對於說 我們的土地徵收 從我們過去公告限制 由哪一塊 政府單位徵收的土地沒有使用 既成道路的土地沒有要證收 除了既成道路以外 大家也都要開發 大家的土地也是都有使用 都是重要的政策之一嘛 不是嗎 是啊 每一個徵收 土地 它如果 地主它都有一些損失嘛 這是最基本的嘛 那個魯遠我現在是要說明的是說啦 我們從過去公告限制 一直到了現在 我們的交易限制徵收 這個其實 每個行政機關都有它的開始 從開始了以後 慢慢的才會變成行政慣例 行政慣例完了之後 它甚至會變成行政規則 變成行政規則了以後 它才會演變成法律 它可能會有一定的 但是行政機關總是要有開始啦 如果是有民眾的特別犧牲 我們安邊以後 如果我們政修 我們也要法律以外的補償 我們當然也希望 如果政府他們的預算 全台灣選給它這隻而已 我去查起來 全台灣選給它這隻而已 法律以外的補償喔 你怎麼拿到這隻 我不要說給你聽 魯遠 應該你知道啦 你魯哥你如果有影響 我已經不要說給你聽過了 魯遠 其實我也是就是論事啦 因為我知道你也很理性跟我探討 我只是就我所知道的 對啦 回應給你知道啦 我一直在告知你 在四個月前 五個月前吧 也要說 幾個反省超過 我自己討論過這隻 法律以外的補償 你自己不記得啦 這件是市長交代你們做的啦 啊這道理啦 明顯道理啦 等你30秒啦 你那麼多 等一等我再跟你們討論啦 OK 好 謝謝 請莊玉朱議員 謝謝 感謝朱昇 那個蕭處長 我請問一下 是 針對最高行政法院 還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經過判決以後 寄到我們台南市政府這個判決書 我想要請問一下蕭處長 我們的流程是怎麼去做一個處理 就是人民的書院案 那經過那個最高行政法院跟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以後 判決書 然後寄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因為一般嚴告都是人民嘛 那被告一定是台南市政府賴清德市長嘛 對不對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對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這個判決書判決以後 寄到台南市政府的話 請問你們後續的流程怎麼處理 是 是窗口全部給我們法治處 還是依全責 分給每一個單位 像是如果是公務的書院 如果是稅務的書院 我請處長你說明一下 好 那個莊議員 就是說基本上 不管是哪一個法院的判決書 基本上他的計判力的生效 基本上是以送達到當事人的時候 尤其是台南市政府 送達的時候就生效 問題是這個所生的效果 如果是要就原來的訴願決定 來產生比方說撤銷變更或費值 這樣的效果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是先分到各局處去 那我法治處相對也會收到 所以處長 你現在講的是說 這個判決書 一旦拿到台南市政府的話 川普是先到我們法治處這邊 然後以法治處再分到每一個全責單位 還是直接分去給 他直接到所屬機關去 他直接到 像如果我是訴願 因為他行政訴訟 比方說他原本是一個行政處分 如果當事人認為違法或不當 他可能會有來訴願 訴願完了之後我做完訴願決定 他對於這個訴願決定 還是不符的時候 他是會以這個訴願決定 基本上還是要以那個 那個原本的原處分機關為被告 市長 各個全責單位 像我人民的訴願 全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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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來給我們法治處 基本上我們 因為我們 這個判決書直接就給 哪一個全責單位 像我今天我訴願的是稅務的 是不是他的 副本給我們 副本給我們 副本給你們 正本他所有的計算 還是給原來的處分機關 如果那個處分是有經過我訴願審議委員會審議過的 基本上副本就會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們基本上對於如果有撤銷或變更的 我們基本上也會去跟原處分機關跟他們提醒說 你要跟隨著原本的那個行政法院他所做的判決 你要根據他再去做撤銷或變更 所以你 好 處長你講到更多 所以他現在如果訴願的時候 不是看他是訴願在 像是稅務或是公務的話 他就是直接送到 這個全責單位 副本再給你們 所以其實副本給你們的話 你們也應該有做一個紀錄 會 也有做一個管理 會 那我請問你 那在前一陣子 應該是一年多以前 曾經有一個人民的訴願案 他是勝訴的 結果 我們沒有去撤銷他原處分 把他拖了一年多 請問這個 這個責任 應該要誰來承擔 人家他提到那個 他是請那個人民訴願委員會去做做判決 判決以後 結果結果他是勝訴喔 勝訴回來到我們台南市政府的 回來我們台南市政府 結果 勝訴 他竟然沒有把那個原處分去做一個改變 讓人民的權益受損 請問這個責任是要怪你們法治處 還是要怪他訴願的權責單位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這是我們做成的訴願決定嗎 撤銷掉 撤銷掉 撤銷掉的 他撤銷掉的是我的訴願決定嗎 不是 他是到那個 他是到那個 應該是中央的吧 對他是人民行政法院的判決 結果他判決是勝訴 勝訴文有回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因為我沒有印象說 我們法治處所做的訴願決定 人家有文號 對我知道 我是說我們好像沒有訴願決定被撤銷 我怕的是這個訴願決定 是不是到中央機關去的 沒有 人家他後來是判決勝訴 聽說有回到我們台南市政府 你們事後去查證 去查證 或是需要我提供檔案那個字號 等一下 專議員 我們行政救濟科就是在管訴願的 可不可以再給你具體的回應 我跟你講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這個 你那個文號可不可以給我 好 我會後給你 我會後給你 因為現在還沒有這邊 我只是想要知道說 人家人民的訴願都已經勝訴了 竟然竟然拖了一年多 沒有去改變他原處分 這樣是不是造成人民的權益受損 是不是 是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問你們說 一旦人民的訴願判決書 回到台南市政府 到底你們的窗口 是哪裡嗎 是權責單位 還是給你們法治處 這邊 處長 你看我這裡 等一下我再確認那個案子 那個會後再確認 那個會後再確認 我只是齁 我們最近只有一個訴願決定被撤銷了 不過那個是中央的 我不記得我們做成的訴願決定有被撤銷 就這一年內 因為我有耳聞這樣子的事情 我說不想 不希望說未來還在在我們 法治處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會讓人民的權益受損 我只是要這樣子跟你做一個提醒 郭忠議員 這個我們也很在乎 我們的訴願決定品質好不好 我們一天到晚被撤銷掉的話 我們的公正性會被質疑 沒有錯 所以我說我這一年內 我沒有被撤銷的訴願決定 因為這一件有 我們的品質還很好 這一件有 這一件就是有 最近有一個訴願決定被撤銷的是中央的 所以我請中央議員確認一下 應該是這一件 那我最主要是要跟你們講 如果是訴願 不過你講的對啦 就是說原處分機關如果那個訴願決定 後來被行政法院給撤銷了 相對的相應機關應該要跟隨他的判決 然後去做相應的行政處分的撤銷 沒有錯 但是聽說拖了一年多 拖了一年多 這是不應該有的事情發生的 那我在這邊是最主要是說 如果是人民的訴願 如果是我們公部門勝訴比較多的話 當然我們要給你們鼓勵啊 表示你們的 你們在整個 我們訴願決定品質 五份是建權的嘛 你們的出分是檢查的 你們是有貧有據的嘛 對不對 這個不如我們給公務人 也給我們法治處做鼓勵嘛 告訴我們訴願 我訴願委員大家是很專業的 也很認真審查 你剛剛講那個 因為他們剛剛想起來說有一個中央的被撤銷 中央的訴願決定被撤銷 沒關係我們來確認 是是是 市長我最主要是也要跟你們講說 是 關於那個訴願這個 在我們法治處這個業務上 如果是訴願 如果是人民勝訴的大概有多少 我們會督促所屬機關 因為副本我會收到 對 沒有錯 我現在是要跟你提醒 是 關於人民的訴願 如果是勝訴的有多少 拜託有說到 希望未來也能上網 上網讓 有喔 有上網嘛 對不對 表示我們的法令是健全的嘛 對不對 有 那也讓人民的權益不要是做到損失 我在這邊是要做一個提醒 但是我也希望啦 未來法治處不要再 不要有類似我剛才講的那個事件發生啦 不要人民的訴願已經勝訴了 把人家的權益割了一年多 都沒有去做改變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法治處應有的 做事的方式 還有做事的態度 在這邊我要做一個重申啦 所以希望處長你能了解 那關於那個文豪 我也謹慎處理這件事情 對 我希望不要有這樣的類似事情再發生 那如果是當然啦 因為法令總是需要賺錢嘛 這樣子的話 你們在處分人民的話 才依法有據嘛 對不對 所以我在這方面齁 在這跟我們那個法治處長做一個提醒 那關於內建齁 我事後會給你一個 請盧坤福議員 謝謝主席齁 那個法治處主任 處長 是 我要跟你說 用十分鐘在跟你討論 是 法律以外的補償 是 就是明顯的違法 沒關係啦 我現在要跟你說 為什麼他會用法律以外的補償 那個 鐵路東於 以前你知道你們市長齁 說 當然不理啦 當然你們的管理太順了 當然齁 你們可以 你們就在這裡住幾百年了 你們如果鐵路做下去 你們這些會發電 都是停鐵路相關的這些住戶 結果 沒有經過一年 他動損起床 動損起床了 他就堅決的 要求一定要鐵路東於 就跟這鐵路住戶 騎得不一樣 又很驚訝 又很專責喔 一定要鐵路東於 不管中央答應不答應 我都要鐵路東於 這你也協助到 那為什麼要鐵路東於 為什麼 現在還問不出為什麼 他的道理在哪裡 後來我才知道 鐵路東於 為了不讓這些住戶們 不要讓這些住戶 翻譚太過嚴重 所以用法律以外的補償 照顧住宅 那個照顧住宅在省山路那 那個土地 比如說 那個土地是這樣 這麼大 一部分做照顧住宅 一部分 就是標到那個人 當然是用 這個土地用10萬標到 近三個月之後 這個土地四個 超過30萬 超過30萬 三個月而已 這個土地如果是我們台南市的 這個本地就是我們台南市的 這個土地我們的市街 共近差不多50億 40幾億 這個土地標到的人 叫做複利建設 這個市長叫他去標的 他也自己說的 我拜託複利 在賣的 他占了之後 這塊是做照顧住宅 這塊好處 這塊複利 做本錢 送照顧住宅 就是不花錢 不貼到錢 這塊是比這 複利賣到 他買這塊 賺多少 賺二十六億 賺二十六億 他為什麼要照顧住宅 因為照顧住宅 複利建設這塊土地啊 賺到這塊土地 複利建設這塊土地 賺到二十六億了 所以 他系列 這都是有陰謀的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啊 那你是著作為虐 你是我的好朋友 我看不過 我一定要講 除了解 要講出來 原來 他表面上 用照顧住宅 法律以外的補償 是 表面上 是幫忙這 鐵路東儀這補償 是這個上 是要有複利建設 在中二十幾億的補償 很敢 真的有夠敢 你自己想看看 台南市對 六千塊這麼好 做著這塊事情 你如果尊責 法治 你也是一個法律人 你也知道 委員 我是不認為 我這個是助紂為虐 至少我在行政法理上 我是站得住腳 受益性的行政處分 跟我們輕益性的行政處分 是不一樣的 我們今天在給人民 有特別的損失補償 他們的特別犧牲 行政機關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法律保留 也就是說 法律審查的密度 要到什麼程度 行政機關可以本於 他自己的預算的多寡 去做決定 我接受你所做的每一句話 那至於你剛剛講的說 他有沒有土地給誰 那個我想 這個真的要慎重 就是說 他是不是真的有 認 其實我是認為應該要慎重 其實我是認為應該要慎重 中教 我就跟他講一下 那個 你講什麼 我都能夠接受 我是要告訴你 今天 如果 我老實說 我不要比較知道 我不要在研究上 說 為什麼 他會 對鐵路東於 用法律以外的補償 用照顧住宅 給醫療 我說 這樣到底什麼人去拿的好處 我來 我說 如果鐵路真的沒有辦法動移的話 你那個地標出來了 現在開始去 好 這裡的土地 這裡的房子 都電機好了 這樣 這時候都回來 我也會在緩樂 我也會緩樂 緩樂說 真的 中央如果決定說 鐵路不用動移 你這裡照顧住宅 你土地了 你為什麼要那麼快 土地的分路人家 家裡去好了 人家 副利建設嘛 好處拿了 他 剛才整個都沒有他 沒有啦 那個 處長 我們是討論 我們 我相信你 是一個很聰明的 聰明的 尊正 用你的專業 你的專業 你的解釋 我能夠接受 可是實際上 他後面的利益 我跟你講 你們再去了解一下 鄭鳳先生 你要查不查都沒關係 你如果不查 你如果不查 你也是著作為孽 好 謝謝 請莊玉珠議員 請莊玉珠議員 我不要太晚 對你們不好意思 處長 跟我們說是這樣的 剛才在說這個 有那個藥司法 叫 市民法這個規定 是 是 就是 目前我們台南市 就 沒有加重 法則 立法 跟我們說是這樣 啊 我要說 台北市就有啦 啊 你如果不用去研究 太多 台北市 那個藥司法 因為我 我覺得台北市 會 那邊跟土地法 他們可能不會說 差錯多少 你把那些金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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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我還要加多少這樣就好了啦 你知道為什麼 你如果跟他研究 研究 研究太久 我就覺得說 你們 都在把市民 帶我手 跟我說是這樣 因為 市民有頂了啦 你知道為什麼啦 那個蔡議員 你說一年多 可是我這個文 收到最早的是3月23 對啦 所以衛生局 我說衛生局 就是市民的問題 我跟他做議員 這個問題 說多久了啦 跟他說灰 不要說我灰啦 我蔡議員 說灰就不聽了啦 我看說多久了 他就不在生活 不過 很會期我自己 中秋孫 跟他吐到 他不敢說要退 啊退個 去年 中秋孫到今 再拖這麼久 啊我敢 我們說是這樣啦 北韓市有了啦 台北市有了啦 他自己的立法庭 裡面 我們是全國最少的啦 喔 你不管 對一間科系 立法第二次都會加重 我們沒有啦 訴案做一案啦 有啦 對不對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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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議員 都有規定啦 有規定啦 規定跟... 不過齁 我要梳理一下啦 好不好 就是說 我有點出來齁 這三個法規範齁 蔡議員 你不要說啦 你聽我說啦 你不要把他拿 不要把他拖 跟我們說 台北市有 你去找台北市有 啊你標準要把他打下桌 這樣就好了啦 這為什麼會 我說 他就是我們台南市的行政材料 數件算一件 全省領到的 不是我們台北市領到的 我統計算有說嘛 都送給我們 衛生署啊 衛生福利部也好 各縣市你如果對 市民不輸廣告 送來我們台北市 我們比較開啦 送來送一間 後來再送一間 再多一萬啦 基本的四萬 齁 多一萬 要是法二十萬到二百萬 第一次二十萬第二次 再送一萬啦 二十萬到一萬有 比你能做沒有啦 你也不知道我今天 我跟我們小姐掃 你看看 齁 來小姐拜託 跟我們說 市長 是 六月第一件完成 我沒辦法 可以 抄白人的啦 別說我們在那 抄白人的我都沒有啦 蔡議員 我們不要抄別人的啦 我們法律實力沒有比台北差啊 沒關係啦 問題我們就拖久了 我已經快 一個衛星座給我拖 那個蔡議員 好 我的意見已經送回衛生局了 他要趕快改好再送回來給我 我看了沒問題 他都給我提議 說你們有意見 是 我有意見沒有錯 這有意見沒有錯 三個法規我都有意見沒有錯 因為他的法律文字不夠深重 沒關係啦 所以這個部分 我有意見 但是我也沒有在敷衍你啊 蔡議員 不是你衛生局 我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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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 衛生局 給他敷衍啦 OK 我沒有敷衍嘛 對啊 我有認證做啊 我都幫你審查完了 他說你 他說他話 聽清楚 你六位以前 你們兩個做得好 這樣就好了 不過衛生局說 我有意見確實是沒有錯啊 我有很多意見沒有錯啊 好啦 我們不要為了這個 今天他過期好 我們法律過期 沒有老這個 現在比上老 今天比上老這個 蔡議員 你自己也學法律的對不對 沒有啦 如果我太隨便了 你也覺得我這個不太專業 不是嗎 我說過期法制 我們沒什麼意見啦 今天你這樣可能 要清楚母親坐 對你去問一下問一下 沒有 都是你害我當爐主的耶 啊不是這樣啦 你多減問啦 好啦 我知道 沒有人人都問到五點 沒有 你的意見我們其實很尊重喔 好啦 主張 你不要相信 我知道 最快是五點空七分 好 以前我們母親坐 以前回去沒關係 照我們主席 在告訴我 所以我讓你問 那你可以提早下課嘛 沒有啦 本前我走我 我們兩個都有說好 他也沒什麼說 我就沒什麼說了 好啦 OK 謝謝 來 民主主長 大家都問一下 不要說過期都沒什麼 都沒什麼 跟你問啦 你 最近這樣 調動這麼多人喔 補的人 當時要補你知道嗎 你怎麼可以跟我說一下 我們市政府 以前一百年 到現在 到一百 五年 算 已經五月四月底了啦 你知道嗎 我們的人員 是減少 是減少 之前 主席處理跟 跟您 這邊做過報告 是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到底我們 全部分人員 是減少 總數上 從預算書來看 是減少 減少 全部分 一百年空 因為有的是減 減的 民意代表 如果要減少 那本來就沒算 減少 你如果要減少 那本來就沒算 就減少 你如果要減少 減少 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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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是比較不利 如果要說法治文 法博 我是覺得 我覺得 比較離譜 合併後 代表不算 你要減少 這樣是比較不利 除了 我們是 你說要 聽話 我本來就多少 然後減少 代表本來就不在裡面 你們都算減少 對不對 這個他是從 預算的角度來看 好啦 沒關係啦 你們這樣說你們的 你們說我都會 加上把你們吐槽 如果說你們就明明 借 五十七億 五千七百萬 自己人家借 純十四億五千萬 十四億五千萬 純的 好 報到四億 我說借五十七億五千萬 沒人要 沒人要給我 那 去什麼 一千萬萬的明明 兩包也沒人要給我 那 剩十四億五千萬 我也沒辦法 減少幾個市場 都會報 局長的都會報 你知道嗎 這個大概五二零之後 陸陸續續 如果有找到人選 不用省待啦 省待就對了 會先 應該如果說 五二零之後 還沒有找到人選之前 這個節目也一定要有人帶 你什麼 來生還是要外賣 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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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來看 你做臨時處長應該要知道 沒有啦 臨時處長 又不關 不關 市長的臨時管理 所長會去決定 市長這點你不知道 不是說你如果 我們知道 我們先做一個 南非 打個關 不然到時候 沒辦法 可能 這次 沒辦法 你不可以 不可以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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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我們 沒有 沒有 我們 沒有 沒有 我們 沒有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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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 我趕緊在做藍花 也叫這裡打個公關 抱歉喔 沒有 都不知道 到時候 人在那裡去說 地政局長什麼人在說 我也不知道 有個議員來說 你要做局長嗎 因為我不是市長旁邊的人 我怕我比較不知道 我要知道就好沒有 這樣完全這樣我知道 後來 換我們 米叔叔 你的問題可能這家不會解決 到農局 沒有 他新娘 跟 民主行政中心的停車 我以前才剛才跟你說 以前我要付款一間 我們政府的單位人 我等十多分 他說是怎樣 你跟議員在付款 你拖 沒有啦 議員 不好意思 我停車沒有人停 洗整補 沒有人要在辦公室三個月 沒有啦 他在中央處長 我也要命 我命一個人說不做秘書長 他發動說問題要處理 結果 處理另外一個問題 你跟人家解決嗎 你跟市長不錯呢 你看怎麼樣 沒有啦 這個交通的問題 齁 我們都會來配合交通 問題你米叔叔 沒辦法把公務這麼刮下去 男人你剛才 我們以前那個 為設立是 要讓公務員完庭 叫八社洽工用的 你們現在 停在那裡 公務員完庭 要給人收錢 本身 這邊 齁 我們的 民主行政中心 不夠為人庭 秘書處 跟幹部叫說 跟那個 齊聰子說 不夠 220位 齊聰子 要收 導師 真的 我還要去市長 家裡 沒有人聽說 你也放那麼久 我真的會說 說那麼久了 你如果我都解決 你也要去市長說一下 說這齊聰子 我要害他民調賣的 他有說嗎 我還要說 你還要說 蔡惠說 市長 他真的 八社會選擇 這齊聰子 藍營律書信 空空 你如果沒辦法跟公務車 一百幾台公務車 導致 八社 民眾洽工 沒人聽 你們這個 要做以前 我說你配套措施 先做得好 怎麼不要參與 每個時候不要管你 真的 你們管了兩台 那些我去兩台公務車 說一百九十幾台 要聽你的 這個委員會出來 要聽 出民界表 林志祺也控育 你 要怎麼解決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也沒辦法解決 我有時候去市長 開一個月 我沒辦法成這樣 市長 市長 你今天 跟市長說一個問題 怎麼說 請盧坤福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那個 政風處 我剛才他延續 是 剛才我在說 多少 我不要說 我不要說 他土地 我不要說 他土地 複利建設 我說 他複利建設 複利建設 可以拿到 二十幾億的好處 我現在說 用他拿到好處 為什麼 他可以拿到這些好處 市長也要 違法滾行的 他才可以拿到這些好處 第一點 他是 鐵路東 他幾轉彎 本來是 停那些租活 不要人家人回來 跟那些租活 對立 第二 就是 法律以外的補償 做一個照顧住宅 照顧住宅的 這塊地 就在生產路的旁邊 在生產路旁邊 這塊地是空地 這塊地是空地喔 空地是不可以用都市更新 他近年我就用都市更新 我請教一下 你現在開始給我調查一下 都市更新 我請教一下 是怎麼拿到 全 這個土地 都市更新 有辦法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案子 目前這 已經在司法調查當中 司法是什麼人在調查 對那個 司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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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議員可以監督嗎 司法調查是司法調查 我們可以監督嗎 你如果說我可以監督 你說議員你不能監督 議員當然有權監督 當然有監督權 我要要求你去去調查一下 這本來能再了解 這塊土地 可以用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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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你這裡有一棟老家 還是這裡有一個村落 一個祖父 這麼多祖父 這些祖父 包括這棟老家已經舊 舊 舊爛不堪 或是微樓 所以你這裡的家 要拆掉 定期 叫做都市更新 結果他這個就是 抗爹 他這個就是抗爹 是怎樣 他才能取得 都市更新的計畫 有辦法嗎 我們要了解 了解 你可以給我 了解以後 資料給我嗎 當然了解的 前選委員會 跟議員報告 這間比較拜託你 還有第二間 這是人來 跟我說 他 這個 東山 有一個 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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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嘛 你可不可以去瞭解一下 這個個案 待會兒是不是可以給我們 這個個案的部分 我等一個資料 你瞭解一下 勢必也跟我聽 也跟我 跟我瞭解也好 我這個資料給你 你去瞭解說是怎麼看 我們東三雄公所 他是 他是把這個土地選譬如說甲方 甲方他一直在 他在承諸的過程中沒有違法 也沒有違規 結果這個甲方 聽說他沒有犯罪什麼事 去美國 結果我們香港所用於說 那個持腳 持腳地豬吧 就是 持腳他的祖金 人家給他辯金給他 這這樣是 其實是沒有真正的沒有 真正的是沒有持腳 所以這部人家 鄭鋒師我等一個 會後 我給他主要你去了解一下 一併了解以後 你也跟我講一下 這如果是 這也是人要追究回來 這未來有可能他們會想過 當然教是他們教嘛 我們是說 正方的黨員就是在了解這裡 我們關完有什麼違法的地方嘛 是不是 是 議員就待會兒就回我這個給我們 我等一下拿資料你看看 好 謝謝 請李文正議員 那位德小豬姓 那位小豬姓 我請教一下 是 因為有時候 因為我們政府的 像我們法制單位 是 有時候我們騎到人民 或是騎到政府 來去改選 因為我們常在 都有一句台灣話 說關關上位 所以 我只要說 在政府的單位 不是真正在 合佈我們的國家的主人 不是在合佈我們的老闆 有時候 我們剛才說 政府跟人民有衝突的時候 我們的上官單位 剛才都騎到政府的立場 所以 有時候我們常在說 雖然為什麼現在這麼民主 但是 對 我們國家的主人 還有這麼多的一些 怎麼說不義的事情 這點 這個主長你 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感想 是 李議員 那個 剛才我延續幾個議員在說的 他說 我法制處裡面 這個 做完 做完的委員會 基本上 也是為了 為了 我會讓 李議員這樣想法 所以 現在 當中人民對 對 我們的市政府 所剩的機關 所作成的 這個 行政出販 因為不好的時候 來我 做完委員會 我也是不想去 當這個 說 我們是怎樣 所以我的做完 決定委員會裡面 除了 我是市府的人之外 基本上 我 百分之九十的委員 其實都是 外面的 專家 學者 所以 我做的 做完 決定 基本上 就是 站在公的立場 所以這個部分 就 為了要表面 李議員剛才說的問題 是 因為我剛才看 一個 資料 現在我們的 網路很方便 是 他說在1945年 第二天 世界財政 結束之後 是 這個民軍 還不然派人 接受台灣的時候 剛才兩個月都沒有政府 你知道嗎 這兩個月的中間 台灣的這個 安全率是0 所以有時候我請在這個 書課 是 這個 這兩個月的這個 中間 我們台灣的這個 犯罪率是0 所以有時候我請在這個 書課 因為 現在我們的這個政府 我只能說 對這個老百姓的這種 一個 親黨黨就要發錢 親黨黨就要找 我們家的 這個 國家的主人 這個人也要發 那個人也要發 大行 就是都 我只能說 千策萬策 都是人民的策 所以有時候這給我感受 很親 所以 我們台灣 我們 有真的說 開放 有真的說 因為民主 因為現在 這個 我們已經都 總統可以民選 政黨可以論體 有說 真真真 完完全全的 這個 台灣人民 在投放 在開放 在自由 這個我想 相當相當的這個 懷疑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應該 要站在人民的立場 我們要安裝說 來 這個 探訪台灣人 這個是 當時 政府沒有做的這個工作 都要由這個 這個人民來承受 這個我是感慨很親 像我 一天我在問 這個交通局的局長 還是說 警察局長 都 全世界 有說 聯合一個政府 這個 違規停車 聯合法保護 民間 來脫掉 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 他也說沒有 高通局長 他也說沒有 但是這種 這樣來托掉 這個在我們台灣的 六都 我們台南市 算上萬的 因為我們的政府 是要來服務 我們的國家的主人 要來服務 我們的老闆 今天如果是說 一個 正常的國家 他會說 啊 是怎樣 我們的這個老闆 他這個車 他的 違規停車 他的停在紅線 或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正常的政府 他的 啊 可能是我捷運 不做 台中文書 不做 我這個停車場 不一樣做 公共設施不做 配套不做 所以我政府 我就要先來檢討我自己 我要把這些配套做得好 連我這裡 來要求 我的這個 老闆 但是呢 你要看 我們就 這個 用拆掉的 啊 因為這是怎樣 全世界的這個政府啊 當然 我希望說 我們在做我們的 這些 國局式啦 你如果是說 全世界 我們網路索尋看看 說 如果有這個 改善交通 法寶民間 來拆掉車的 我希望說 啊不然 我這種的信息 當時要不對 但是我現在 目前來說 我就找不到啦 齁 啊 我們出 我們出 外國的時候 我們多一點 會觀察嘛 因為我們 這個在美國的時候 有啊 你吃酒啊 可能你的意識 不清楚啊 所以這個 我不能給你拆車 你 要對我回來 這個 拍手 但是呢 你的車 我會叫人 把你拆回去 把你拆回去 所以我希望說 如果是有這個 有這個 有這個面的組織 我希望你們可以 提供給我 因為怎麼呢 因為我們 叫這個民間 在拆掉的時候 啊 這個就不是一個政府的一個 因為今天大家 交稅金呢 齁 你拆越多 賺越多啊 齁 當然你把政府 你把 做金庭 管理金庭管的時候 當然我為了賺錢啊 齁 所以我就要簽名 拆 我會拆 拆掉了 所以 這個已經敲出一個 說政府 啊 它是守著人民的守閣 人民才是國家的主人 人民才是老闆 因為人民 政府不是在一個 生理的關係啊 齁 這個主長 齁 你的看法怎麼 我想齁 這個 委託行使公權利齁 這個部分 其實原本 是從英國開始啦 就是說 國家共產黨齁 他沒有材料做得太優勞 或是他的腳踏真的不夠的時候 現在美國 現在美國 他現在連肯定都可以為我來管理 現在就看這個國家的政策的方向到底是怎樣 當然我也反對說 只有為他管理的方式用出發的方式 所以我們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就是說有很多學者在譬如說 道路交通是不是一定要處罰才能夠管理 但是我也提醒理議員 就是說現在網路有一個說 全台灣現在最難走的路 算是我們台南市最難走 因為我們這裡第一 車毫不停 第二 大家車毫不騎也毫不開 所以你看台北其實他是高通最豪華的地方 他就是第二名 市長 你如果說這個我是完全沒有人接受 你說這句話 這就是金廟起神 看不起自己 就真正說我們看不起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不知道說 現在也說原住民是最高級的 這個 所以啊 這就是台灣人的鼻子 因為台南在整個的國家的優勝的主委的分配 裡面 他怎麼不說我們是最少的 我們是最少的 這個政府不聽聲的 中北欽南 我們怎麼不這樣說 有啊這也是比較適 所以啊 我們這個 五行對自己沒有信心 我們台南市民的手法 給我非常感動啊 因為暗兵路啊 齁 我們這個林林寶德做得太看 他好像只有一個車桌而已 他如果要我對這個文化球發瓶路 倒轉的時候 比這個後面整個都動車 結果的時候 我在這樣 觀察的時候 一禮拜到中華西路 沒有人有一個人說 扔對這個 啊 機車桌過 我說台灣人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修法啊 齁 競連我們說 這個 我們今天 我們的路壞行 路壞行的原因很多啊 齁 你如果像台北的時候 做節運給我做 我怎麼會說路壞行啊 對不對 你去陪再加起來 齁 齁 供養市也有節運啊 台東也要做節運啊 齁 齁 我們在相關的交通的 這些建設的經費 到底有多少啊 齁 齁 我們的停車程度 到底在哪一家啊 我們應該就要先來 檢討這款的東西 齁 我說到八個 我們沒有自家人去檢討老百姓 啦 我剛才說你聽不懂 在這個1945年的時候 兩國會的中間 台灣人的犯罪 你是零啊 李議員 謝謝 請蔡玉輝議員 對齁 對齁 我們兩個算應該說過期高情不錯 你自己看這張照片看看齁 台湖你看 高情壓扁放我看看齁 來放一下 繼續放 繼續放 繼續放一下 不要 這個紅線都停喔 我們市政府裡面自己的紅線都停喔 看你們要放六點多了 那個六點多了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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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建議工營可以早前來上班的 你跟我說有收錢嗎 這幕前有收錢嗎 我們現在幕前是沒有收錢嗎 對啊 啊不然 這我說交通籍齁其實要講的我實在不欣賞 你要退出這個政策 你沒有問題的解決 就不解決 你們的公務車要申請男影李徒昇 我剛才說過人家早上 是要有公務車 叫洽工的民眾停嘛 現在洽工的民眾都不可以停 這樣你們做這個 我說交通局長在害市長民調就是這樣說的 都不可以停 和大眾民眾都不可以停 你們這個問題繼續這樣 我二月跟你說到近年 你如果不解決 我跟你們回去跟市長說一下市長 這樣不太好伯 你們不夠 我們就不夠 八歲要辦公 有時候開一個檔案會報停車 半點多元水無為人停 那去 那些人去參加 讓我們邀請去開檔案會報 還不為人停 要請男影李徒昇要錢 齁 你們這個問題你看如何還要解決 我想是這樣 當我開始 南影律都心 去這個地下停車 當我開始 蘇擁率 並沒有太高 那當時是因為 鼓勵 大家民眾包括 市政府這些幹部車 可以停在那裡 那就沒人要下去了 問題 整個問題就是沒人要下去 就是說有些人的習慣不好 我都不用把那個 你自己政府部門 出場 這個我告訴你聽 你可能更了解 收錢 我們因為你剛才收錢 我沒問題 你如果八歲好 收錢 過程也沒關係 齁 問題 八歲收的 他們都收 要讓停的都停了 我們市政府會聽 這些公務車 你停車位在鋪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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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鋪 市政府公務員 下面的基督大陸都停在這裡 紅線也停在這裡 八社的工廠也停在這裡 停了不夠為人停在這裡 一個開火就沒為人停 這次的開火 六七十個去開 要為人停在這裡 讓我們高農局的 電信局的自然水公司 大家困局 都沒為人停啊 我去參加那些沒為人停 你們這個做法要繼續做下去嗎 因為我跟議員報告 像你剛才所說的就是 剛好如果在民地在開火的時候 剛好開火的時間 我們不用這個見風的時候 會有比較多車輪來 這個過程我們也是鼓勵說可以坐大眾議員 大眾議員就過來這樣 我們台南市的八社 還是公文人員 真的有收集嗎 你跟他講這樣 還是我們變得小 你跟他講整個台南館那些 民地行政中心那些公文人員 叫八社是三等公民 你跟他講這句話我就不再問了 不是這樣我們企業大台南市 不是這樣 這批沒收集嗎 你批要太多了 你說給我聽 因為 我們現在是 譬如說 這個南營綠都心 這個補分 這是開放 這是要給使用者附會的精神 你剛才的偽造 你也說 我沒有問題 所以其實包括 你給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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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 好 這不是你可以解決 你去找市長再說 現在比市長多人 沒有第二個 沒有這樣想 你基本上就是 你剛才說的 我們台南市 到今天給我 工廠報告 一百 今天叫報告 我們的車 各種車輛 一百九十四萬四千台 現在工廠報告 那些人士去包 這八社不換錢 我挑政 你政府沒有聽者委 我委託就要跟他拖 一樣得力 我們指政府根本 又沒有聽者委 沒有夠 那你要 跟八社聽對 你只要收錢 你沒有 本身 公英能有夠 公文議員跟八社一樣得力 你民主性的總統 沒有人聽 那你不該管 你給我太多 立宿我議員 都會做假的 不是這樣 其實我會說 包括讓這交通的使用 交通這個均衡 使用作為我沒關係 不管你怎麼做 你給我改我問題好 我議員可以要求我這樣賣 你不要跟他拖一、兩、三、一、一拖 拖到問題都 欸 拖五公務呢 我以前要等 我在那八點等 等到八點半呢 我北約要回規定要請出母親桌 這樣從從從 你們自己公務員員一個拖五 半小時看多少人拖五呢 你們問題要改觀 簡單說是這樣啦 市長 你等於跟市長說 這個問題就是要改觀 要改觀就是 你們公務這麼多 你們比叔叔講多嘛 你們出你講 過千、過千 兩台啦 我一百九十七台訂一名 兩台而已啦 大家也要停這坪 後來 不然我們說人家庭 發街庭庭庭 好 政鋒庭庭 咪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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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開主管會報 你的車 你的司機要停一坪 大家也要停這坪方便 你們酒車載起來 隨機 對不對 啊 你不管怎麼樣 你大廚要改觀這個問題 這我們當然還要繼續來 但是 剛才你說說 改觀問題齁 這比必人說要對空間去處理 因為包括 沒關係 我都沒有管理 我都沒有管理 除了你怎麼說我都沒有管理 因為 高雄街都拿給你啦 今天換你啦 你就放了潘英文 多久要給我解決 你說 我們這一晚都會做整體的配合 對 解決的方式不見得是要擴充空間的方式 啊 要來用八博的控制 所以 李澤民剛才說 譬如說 如果說公務任務是坐公車過來的話 這樣就沒需要到那些責任 不是啦 我跟你說啦 你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就有努力 如其策馬 目前又不夠 我敢說你改觀問題 我都沒有管理 你問題 你 怎麼都幾人跟我說 你民意代表不要感謝行政機構的事情 我不要你感謝一下 問題 你問題要跟他改觀啦 我不要說沒關係啦 你們有辦法改觀 兩國裡面有辦法改觀沒有啦 所以我們一定會來打拚 你講這個就是假講 我這裡開玩笑 我議員政策不是幾次啦 我講這個跟他拚不好啦 有時候是要共同來打拚的 包括蘇永林 你們行政團在你們出頭 你沒辦法打拚 啊 要把八博開拚 我們可以處理一定會來打拚處理 我可以跟你講你沒辦法處理 跟你等你跟錢要講 使用者的習慣也可以一起來共同努力啦 說的就說的啦 你們如果行政團要做 就很無法打拚啦 啊不做拚那麼久也在拚啦 因為齁 因為包括就是說 聽車位 腳怎麼設立齁 永遠都沒有辦法滿足所有人的需求啦 我們也只能找到一個最適性啦 齁 出頭我告訴你 你不要聽我而已 那是你們臣民的秘書長也要拐他啦 我沒有去我們客服的人啦 沒有啦 這左對明說 啊不我講 我講啊 我現在想要跟他拚你沒辦法做而已 本來聽車位置 我心裡算是說 啊你去南營你一路心裡說 啊就不夠威當庭啊 早就知道啊 啊有公文之前我叫八博庭嘛 八博庭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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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庭 那時候 第一天就不要去停嘛 以前沒問題 你們現在... 問題還要說嗎 好 他說那我說一次 我不要再說 這個問題我再看看 那個... 不好意思啦 那時候 那個主長 那個... 我是... 那個... 我是希望說 我們如果要站在老百姓 站在國家的主廊 我們常常在在選舉的時候 我們都說老闆老闆 國家的主廊 因為你們如果只要把這個執念 都怪負這個國家的主廊 這樣是永遠不會進步 我們只要說今天是怎樣 我們在網路看到 人家的... 美國家 德國人 他們的鋼夾的接人在先進 我們要買一台機械 就要沖沖沖 我們只要電腦和設定 就把我們操作得好 電腦我們就要靠勞力 這樣大顆顆顆顆顆顆 我們現在說要做修惡日 做修惡日 做修惡日 很多中小企業說 問一下我們做修惡日 有時候 才說有困難 所以就要加班嘛 所以多少就要炒個家 還沒想 這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我們沒辦法人性化 因為我們的環境就是... 不對就是發錢 不對就是開單 千廁萬廁 都是這個老闆的廁 我政府 我英文都不會做不到的事情 你知道嗎 你如果想說 是怎麼經濟現在比較壞呢 外面的生理黨會比較難做 因為大家怕不怕出來消費 所以這對我們的經濟影響的站民 很大 為什麼呢 大家也沒有一個安全感 還有一個恐慌恐慌 你像說我們在座 我們都是主管集的 我有手機開車 有政府配集車給我 還是說有時候 我們這個 會吃飽的發燒的 這些人都要 要處分 要安裝 但是在台灣的時候 這個立足點不一樣 有時候要為了中三點半 有時候要為了性化 走種奔波 所以這個 我們要有這個動力心 你今天如果是說全台灣 大家如果是說這樣很公平 說得難聽 我們越減越好 但是今天有些一些那些 秋冰攤車的人 有時候 他以前那一段 不知道那一段 在那一段 不知道那一段 在那一段 在那一段 他不知道有飯人吃 沒有飯人吃 他能夠過沒關係 所以 這個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 那個 要貼貼 因為你這樣下去 這個 因為你要鼓勵大家消費嘛 現在當中國他說 我就不想開放 這個 要自己 經隔 我就不想開放 中國人來台灣 我們就故意 來台灣跟我們消費 台灣人 我們自己怎麼不消費嗎 我們自己怎麼不說 讓這些 你說交代這些官員 交代這些魚員出國 我們怎麼不說 我們這些市民 大家就 可以催你這樣 觀光景點 大家出土的觀光 遊覽消費嘛 我們怎麼不錢嘛 我們怎麼看人家的民心嘛 應該我們就要鼓勵 大家出來消費 沒關係 你本來 你說路搬走 路搬走 搬走的也有 好走的也有 你說台北的路好走嗎 你如果要說這樣的時候 你說台北有結論是怎麼 我比較不結論 我是怎麼 我們是二頂國民 我們三頂國民 我們四頂國民 我們是雖金交比較少 對不對 這個市長 就是說現在 這個像說 我們的這個廚工 我們的夠有局 我們這個營養午餐的廚工 這個廚工啊 它是不定期契約嘛 不定期契約工 老計房 那33條的那樣 因為當然 我們的這個 經費優寒 有的大經社經 所以 這個我們就用這個 因為還沒有簽一個客戶 還沒有簽一個客戶 說 就輸到喊到沒有錢 這樣 那又經期我請教一些 我們專業的人 他說 這不定期契約工 他還有勞報 還有憲報 這個就不能說 韓書家給人 靠錢起來 這算起來這也六歲 但是 我們的政府 所以我剛才說 我們到底是站在政府在改稅 還是說站在老百姓 你在改稅 站在那頭家在改稅 嘛 這個房長 還有一點就是 像我們現在這個廚官廚 廚官廚有時候 當然他們也是希望他們的官僚 可以爭取啊 現在你想說 夾一筆這麼厚 啊 聽廚匪一年收這麼多錢 他也希望說 他的台股可以 工作環境可以更好嘛 所以 他們會承 含這個工業來做一些協調政策嘛 有時候他希望說 我們可以去 去關心 去經營的時候說 民意代表不可以去關心嘛 這也很奇怪 這個事情 所以 我希望說 人民才是老闆啦 政府存在的 我們是為人民來服務啦 不是說 我們基隆裡面的經骨頭太空 太棒了 就要給他們發錢啦 要給他們開肚啦 這個這樣政府是不會進步啦 這個國家這樣是沒有五萬啦 這是在這裡 這樣給我們大家拜託啦 謝謝 請蔡玉輝議員 這主席齁 這次說的話絕對不再說 因為你這樣做主席 我 都要尊重你的主事齁 今天 市府母親姐 先跟大家說 母親姐快樂啦 市長 兩國的時間 我現在說的 你如果不來 我絕對要來抗議 你如果要幫我做事 做中文的時候 拜託你 因為我講的不是不利喔 台南七平的國務人員 請說的民眾不收錢 我那邊就要收錢 你要注意這個民角 第二 基本上你就是不夠為 請蔡玉輝做這個做法就是不對 為婚當初 設立藍營利杜新的目的 你不敢為公爺 跟國務人員 不敢讓天下 啊 國務人員天下 你把他在這裡說 跟我們說起來 也是 受政府的錢 兩國內地 你要去 不管跟民主黨說 跟市長說 這個問題 不是說問題 當出來 就不該該管 這樣不是有為政府啦 你知道為什麼 今天 是 五月七七 兩五月就是到六月 七月七六 你如果不願意我 來 動員人來 來自政委來抗議 齁 你知道嗎 拜託你不能給我動員喔 動員我要花錢 齁 現在動員 不去鄉家 叫小小小小小小小 叫小小小小 叫小小小 叫小小小小 叫小小小小 你不能給我開 給我開好不好 我拜託好不好 公平啦 處長 公平生嘛 靠這邊的公平 我們 民一家 我們 人差不多幾三杯 啊我們平 停車比較少 要把你平收錢 我 我不是公平 市長沒辦法騎台 市長我們那幾六月 都騎 只有沒辦法騎 齁 我不是萬年國代 你知道齁 我用算的 齁 對不對 好 請坐 最後一個沒問題 齁 當然 像你沒問題 我剛才說 大家問一下 感情 很久 情感都沒什麼 跟你問 南影客家運動社會 那個回溯 然後 這個 像我 這個問題 夠正多久 要解決 包括蔡議員 非常感謝在西北特別南影客家會 客套話不要說 因為齁 現在就是這個齁 我們現在就根據善事我們的會康 你不要再研究嘛 說要 程式要做好 怕要出事情麻煩齁 不是 重點 重點 當時 多久要把這個問題解決 現在做工程的變更的程序 我們在積極幫 因為這個工程又失效 我們也在講 多久好了 不要再說客套話都不要說 這個工程到9月要完成 所以我們也在 到外面 全部會解決喔 到外面都會不會 這個月底 9月底啦 你不是說到9月 我給你到9月 全部都會解決 到8月的抗爭正義都會解決 他們條件符合他們安心 我們做到這個 應該是可以做到 全部都可以回覆回到那裡辦公 可以 另外 拜拜託一下 我也有 拜託一下 可以 居然 acuerdo 現在 我們小鵜之前 對不對 我們 我的牌子只前 頭 開一個比較大的 不然 小姐 附近的政府 經常爭議 辦一部 樓庭 樓庭 可能 我們這些公司 有一個 會數比較緊張 我的朋友一樓而已 一樓兩樓而已 還可以清楚一下 好不好 我們市政府現在很多地方 現在都很沾沾 很多口 說機關用地都沒有在用了 好不好 拜託一下 時間我不能接到四點 四點我就對我們主席會的 謝謝 蔡議員不好意思 拜託您再講個兩分鐘 因為金澤市的議會要來看我們開會的情況 所以說 但是你就不要亂講了 不然你上來 我下次講 我以前在做完 我們那五間北議長都拜託我 以前要開機沒有人 卡定位說蔡議員 我正在講一下 快來啦 不然你報那個人你不來 沒辦法 沒辦法開機啦 這樣好 現在來問研究我的主委 主委 你一年內地 我現在心情都緊張起來 有人拜託我講 普通主席都告訴我不要講 現在叫我講 我剛才 母親坐剛才 說母親坐快樂的事情 我唱一首母親坐的歌 不然這裡 還沒影響 設備我唱了 主委 你反應的時候我就繼續講 蔡議員不好意思 我先 歡迎金澤市的副市長 細田大造先生 還有我們金澤市議會的議員 喜多浩依先生 歡迎金澤市議會的議員 喜多浩依先生 蔡議員跟蔡旺權議員 蔡旺權議員 謝謝副議長 謝謝 謝謝 Welcome 蔡議員 兩分 我知道 我們一年在做民調 今年要做什麼民調 比較大聲一點嗎 我早前有跟蔡議員報告 早前我沒來 你給我報告 剛剛那一輪 我們現在沒有做民調 現在都沒有做民調 整天都沒有做民調 沒有這個以前做各項的民調 沒有 沒有做民調的我們客人來 我們就 我看 我叫耶穌的四點以前 因為今天剛剛母親節 沒話說了 謝謝 到這裡 好 到這裡 蔡議員 請盧坤福議員 主席 剛才那是日本人 日本人才會在禮拜我們去住 意思是因為那個副議長 帶他們進來參謀 應該是到旁聽席比較適合 應該也要 像今天你做主席 我們有大會所決議的 除了我們議員以外 還有媒體 還有官員 今天要來進來 我們到我們二十天應該是沒辦法 抱歉 我跟大家會抱歉 對不起 謝謝 今天 大家今天很辛苦 剛才我們蔡議員 我們副議長 我們老公買給大家更長 主席也是很辛苦 所以 也沒有希望說今天 母親節要搞 在這裡祝我們在座的 各位偉大的母親 母親節快樂 謝謝 詢問大會 蔡玉會議員 蔡王全議員有沒有要發言 沒有 那我們今天的會議到此結束 散會 謝謝 下星期一 同一時間